你遇见过大晴天下雨的情况吗 在迷你世界传说中 遇到晴天下雨 千万别出门 晴天下雨 狐狸嫁女 这在迷你世界中 是一个很有名的传说 一个艳阳高照的日子 突然下起了雨 一个小孩站在屋檐下 他的母亲告诉他 这是狐狸娶亲的日子 如果有人偷看了这一幕 就会惹祸上身 小孩在强烈的好奇心驱使下 跑到了山中 一阵大悟过后 在山中出现了两排队形整齐的狐狸队伍 这就是狐狸取心的队伍 小孩拿起石头 扔向了那群狐狸 便快速地跑回了家中 当小孩快要回到家中的时候 发现母亲早已在门口等候他了 母亲说 他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 狐狸已经来过了 还给他留下了一把短刀 让他以死谢罪 如果想要得到狐狸的原谅 就要自己去寻找狐狸 男孩来到刚才的位置 却没有看到狐狸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你们觉得后来会发生什么呢 传说晴天的雨水就是狐狸的眼泪 你们有没有遇到过晴天下雨呢